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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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推中二你就笑的吧 就在老警察要离开的时候 他又在地上捡到了院屋的那条项链 回到警察以后 这个老警察是经过再三的确认以后就断定 这个院屋就是灵美 这戴的项链那都是同款的 但是这个灵美这档案上显示 他从那以后的精神受到了打击 一直是被关在九龙山疗养的 那按理来说的话 他现在的智商只有两岁 怎么可能干出来这事呢 为了能整明白真相 这个老警察还真的去九龙山跑了一趟 那院长就表示说 虽然现在的灵美的情绪算是稳定下来了 但是这个病情是一点没啥好转 并且他也失忆了 所以也就一直没让他离开我们这儿 那怎么的你找他有事啊 他不正可能晒太阳的吗 去看看去吧 他在等老警察过去一看呢 当时就震惊了 这灵美长得确实跟院屋 就跟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似的 但是性格脾气秉性那是完全不一样 这灵美就天真的好像崴如一只小天使一样 而在院屋就不用说了 所以这都看到大结局了 你也是没告诉我这俩到底是不是一个人呢 而老警察看到灵美以后 又去墓地看了一眼自己曾经的搭档狗子 然而这个画面还正好就让狗子妈给看到了 影片的最后呢 是狗子妈委托院屋去把老警察给抹杀 而院屋则表示尽力而为 本季完 看来这个灵美和院屋的关系 和老警察最后能不能被院屋抹杀 这些事还真的上剧场版看起来 我本来以为我是天平了一个坑 但是万万没想到我是挖了更大的一个坑 那如果小伙伴们没看过院屋小姐的话 以后肯定还会更新剧场版以及漫画版的 小伙伴们不要忘了点灯关 投币们能鼓励就莫最大动的小伙伴们 这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再见